怪老头发明的捕鼠巧气究竟有何高招 这个捕鼠器它看起来这么简陋 它能抓得住老鼠吗 它的工作人力又是什么呢 面对真实鼠害 实地灭鼠 这款捕鼠器又能否笑到最后 黑这个老鼠 看到了吧 一款充满了奇思妙想的捕鼠器 一位热爱发明的老顽童 欢迎收看我爱发明 套鼠 磨绳 我叫福建树 前几年在外露打工 这两年会论存的种地 然后来我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 我在地里种的红薯 经常发现上面很多吃痕 红薯种在地上这么沉 但是它也没有任何反动的痕迹 这红薯也长不大 这种奇怪的痕疲疲疲疲 这里是湖北省襄阳市 隐吉乡的瑶安村 近几个月来 当地持续降雨 而在雨声里 宁静的小山村中 却发生了一系列奇怪的事情 村民复建树种植的红薯 经常遭到损毁 当地养鸡场中的鸡死料和小鸡仔 也时常在夜间莫名失踪 此外 村中农家乐的厨房里 出现了零零散散的小脚印 和黑色颗粒 这种种迹象 似乎都在暗示着什么 直到一天夜里 村民复建树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 那天晚上我拿了个手电 朝天气楼一找 老鼠在地下到处喘 然后我才终于发现 原来这老鼠在我地里面 到处打动坑我的红薯 鼠患自古以来 就困扰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 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 无论是地上还是地下 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 这种具有一定智商 又拥有近乎满旗生存技能的 杂实性小家伙 无时无刻不再困扰着 我们的生活 市面上的捕鼠器层出不穷 可为何襄阳市引吉乡的村民们 仍被老鼠所困扰呢 究竟怎样的一种捕鼠器 才能有效并持久的 捕捉到老鼠呢 我叫冯小明 湖北乡洋人 今年已经67岁了 我呢 是个怪老头 我也不喜欢养些什么花草的 我就喜欢研究老鼠和捕捉老鼠 红外触发双绳套数 让老鼠捕鼠进行 他叫冯小明 据说他发明了一款隐形的捕鼠设备 且捕鼠的方式是通过红外线与绳索 那么这种捕鼠器究竟长什么样子呢 工作原理又是怎样的呢 我爱发明的小江前往了当地 准备去一探究竟 您好 您好 这是您在这大学里边的工作室是吧 对 对 对 我看这桌上这全是捕鼠器吗 对 这总共是18代的产品 这个捕鼠器它看起来这么简陋 它能抓得住老鼠吗 它的工作原理又是什么呢 它主要是利用这两根绳索 带动下面两根杆 来把这个老鼠从这经过的时候 它突然升起 把这个老鼠卡在这个位置 在冯小明的捕鼠器中 老鼠像被念了紧箍咒的孙悟空 只要经过了这块区域 就会触发下方的红外感应 两根绳索瞬间提起 牢牢地将老鼠捆绑在捕鼠器中 它的速度够快吗 你要想那老鼠的速度可是很快 您可以看一下它的速度 只要红外线被折弹 电动机就会转 电动机转速会非常快的 它的速度就非常高了 这冯老师 这捕鼠器被你说得这么神奇 那咱们赶紧去实验室看一下吧 我还真不相信它能 这么简陋的一个东西能把老鼠给补住 没问题 你看它就相信了 好嘞 这款捕鼠器为何被冯晓明称作隐形捕鼠器呢 它捕鼠的具体效果究竟又如何呢 您这个捕鼠器看起来那么简陋 它能不能抓住那种野生的家属 我感觉我是不太相信的 所以我觉得先给您准备了这种 看起来比较憨厚的小白鼠 这种小白鼠它可能相对来说 会稍微的笨一点 所以它如果说连这种老鼠都抓不住的话 就更不要说抓那种野生老鼠了 我看您还准备了一个黑色的本子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老鼠常见的一个东西 它就没有紧提性了 通过各种老鼠常见的物体 去对捕鼠器进行掩盖 由此达到隐形的目的 我们马上开始了测验 那么这款捕鼠器 能成功抓到实验用鼠吗 之前这只实验用鼠在玻璃缸中 鬼头鬼脑地熟悉了下环境 马上就朝我们的捕鼠器走了过去 这是哪 只见不到10秒钟 这只实验用鼠就走入了捕鼠器中 甚至被抓起来的那一瞬间 都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如何被捕的 您这捕鼠器也太神奇了 就那么几秒钟 可能不到10秒钟 就把这老鼠给已经捕到了 冯小明的捕鼠器 虽然成功抓到了实验用鼠 可面对速度更快 更加机敏谨慎的野生老鼠 它的捕鼠器 还能成功捕捉吗 野生老鼠和家属 它实在是太聪明了 它对于气味环境 以及这种声音 你看我就稍微打个响指 面对小江的质疑 我们马上开始了测验 那么野生老鼠 面对冯小明的捕鼠器 又会做出怎样的反应来呢 面对捕鼠器 它居然没有选择进入 而是从上方跳了过去 蹦跚了一会儿后 就窝在一处小角落里 不动了 似乎还在观察着周围的环境 看来这只野生老鼠的谨慎程度 颇有些高呀 观察了好一阵子后 它似乎已经熟悉了 这台捕鼠器 竟然胆大包天地 在捕鼠器四周和上方 蹦跚了起来 颇有一幅 发现了一个新玩具的感觉 可让我们着急的是 它就是迟迟不进入 捕鼠器的内部 就在这时 这个鬼头鬼脑的小家伙 似乎卸下了对于捕鼠器的最后一丝戒备 认为这个怪家伙 似乎并不能对自己产生威胁 居然大摇大摆地走入了其中 看来再狡猾的猎物 也躲不过猎人的墙呀 纵然这只小老鼠 已经足够警惕和激勉了 可在由红外线触发的套绳之下 仍是夺无可躲 那么小江又会对这台捕鼠器 做出怎样的评价呢 哇 它好聪明 你看它在咬 它想把这个绳子给咬断 对对 它判断非常容易 我的天 完了我没拿稳 把它给拿掉了 一个不慎捕鼠器掉在了地上 可捕鼠器中的老鼠 却胃正脱出来 足以可见 捕鼠器的绳索奥得有多紧 但小江似乎对这台捕鼠器 仍不满意 所以说您的这个测验 咱们算是成功了 它成功地抓住了 实验用鼠以及这种野生老鼠 夹鼠 但是呢我就在想 它跟我们那种传统的 比如说沾鼠板呀 捕鼠夹呀比起来 它能否还有优势呢 传统的捕鼠器 一般情况下 它都必须通过接触 才能够捕捉老鼠 那么一般的一个老鼠 发现一个新东西的时候 它一般要经过7到20天 它才可能接触 冯小明似乎对于自己的捕鼠器 信心十足 那么这位研究了 几十年老鼠的怪老头 它的捕鼠器 真能胜过传统的捕鼠设备吗 这次新旧捕鼠器的对比测验 我们还邀请了 湖北文理学院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的教授 前来观看 他又会对冯小明的捕鼠器 做出怎样的评价来呢 大战一触即发 那咱们的这个测验呀 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在这个现场啊 就是布置了特别多这种各种各样的 那个捕鼠设备 他们的机械原理 触发结构 以及触发点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您作为机械 以及就是电控这方面的专家 我觉得到时候您可以看一看 就是咱们这个冯小明 冯大哥 他的捕鼠器 与这些捕鼠器 他们在机构原理上 以及捕鼠性能上 究竟有什么不同可以吗 好的 好的 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观察 那个看看它的这个结构 和功能有什么特点 现在测验就开始吧 好吧 咱们退出去 然后咱们现在呢 就把这三只老鼠 马上就要给放出来了 待会儿究竟哪一只能被抓到 能够抓到几只 被谁抓到 说实话 谁也不知道现在 很快编刀就放出了第一只老鼠 可这只老鼠似乎不太听话呀 一出来就顺着墙角 爬到了插座盒上 此时小江也开始接连释放出 第二只以及第三只老鼠了 究竟哪一个捕鼠器 能率先抓到老鼠呢 它还有跑到那个上面去的 最后被放出来的两个小家伙 似乎兴奋得很 一只在布置了捕鼠家的墙边 来回蹦打 只见它灵活地 从捕鼠家四周跳过 却一下都没有触发捕鼠家的机关 而另一只却小心翼翼地 研究起了冯晓明的捕鼠器 但却迟迟没有进入 此时插座盒上的老鼠 也鬼鬼祟祟地 跑到了詹鼠板的下面 躲了起来 这只被小江从砧鼠板下方 赶出来的老鼠明显受到了惊吓 在屋子里狂奔了起来 只见夺路而逃的它 居然在慌张的情况下 误入了捕鼠龙之中 可它在里面发狂般地上蹿下跳 就是不触发捕鼠龙锁门的开关 传统的捕鼠龙率先拔得头筹 紧接着没过多久 第二只老鼠就被墙边的捕鼠家 被捕捉到了 此时三只老鼠 已经被传统捕鼠工具 抓到了两只了 冯晓明的捕鼠器 还有机会 抓到最后的那一只老鼠吗 眼见两位同伴被捕的经历 这最后一只老鼠 似乎谨慎了起来 在冯晓明的捕鼠器面前 来回试探 就是不进去 冯晓明的捕鼠器能捕捉到 这最后的一只老鼠吗 这只老鼠试探了下 冯晓明的捕鼠器离开后 又从背面钻了进来 可却迟迟未踏入 布置好的双绳陷阱之中 它是已经察觉了 一丝异常了吗 可在下一秒 它就触发了捕鼠器中的红外线 两根绳索 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将它绑在了捕鼠器之中 冯晓明的捕鼠器 终于抓住了 这最后的一只老鼠 为了进一步观察 传统捕鼠设备 与隐形捕鼠器的优缺点 我们决定再放出两只老鼠试试 我现在再放两只老鼠出来 相当于咱们现在是五只老鼠了 而且我想看一看你那个捕鼠器 它能不能继续抓到老鼠 然后其他的捕鼠器 它们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好 你看可以吧 好 可以 好快就跑不见了 这两只老鼠一被放出 就开启了夺命狂奔模式 疯狂地在房间内四处乱窜 可他们跑的地方 似乎跑错了呀 居然跑进了冯小明的捕鼠器之中 瞬间就被抓住 而另一只看见同伴被抓住 似乎并没有意识到 此处有危险 居然也躲进了捕鼠器之中 被我们赶出来后 又在屋子里逃窜了起来 此时传统捕鼠器的缺点 就显现了出来 它们必须要精准触发机关 才能捕捉到老鼠 而不像冯小明的捕鼠器 只要经过就能捕捉 传统捕鼠器的捕捉成功率 也并不高 有时候甚至接触了机关 都不能被捕捉到 最终这只老鼠 在多次经过沾鼠板后 终于被黏住了 咱们那个测验算是结束了 刚刚可以看到 就是咱们一共相当于是 放出了五只老鼠 前面三只 后面又放了两只 然后就那老鼠 可能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它就只是经过了那一块区域 然后就被您的双绳套锁 给锁住了 我用现在它这个捕捉器 最大的推点就是隐心 所谓隐心就是非接触 非进入式的 非接触 非进入式的 它不像老鼠 不是严厉 它就不是一个捕捉器 它没有危险 那看来您的捕捉器 也得到了咱们张院长的认可 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可以 去帮助咱们的乡村地区 去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我是听说你们襄阳 好像就是在一个县城里面 当地被蜀患 就是饱受蜀患的折磨 冯小明的捕捉器 虽然得到了专家的肯定 可他的捕捉器 在实地中的表现又如何呢 要知道自然环境下的捕捉 可并不是像在测验场地中 拥有一个狭小的封闭空间 并被我们人为的去追赶老鼠 因此在自然条件下的老鼠 相对捕捉器不产生警惕 并触发机关的概率 将大大的降低 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 冯小明的捕捉器 还能成功吗 我们马上前往了 当地一处被蜀患困扰的 养鸡场 可能是怕我们不了解老鼠的危害 村民游大哥马上带着我们 在养鸡场内转悠了起来 并取出了一筐鸡蛋 游大哥这是 我看今天早上擦了 这蛋是 今天早上擦新鲜的 擦新鲜的 昨天的眼里擦糊涂 搞得太多 游大哥的养鸡场中 无论是鸡蛋 鸡饲料 小鸡仔 还是用来装鸡蛋的纸壳 都会被老鼠所咬损 可当我们拿出了冯小明的捕捉器以后 他却连连摆手 这是为什么呢 我给你说啥 我之前12万人都用过的 他只是搞到毁半会 时间长了不信 老鼠假的 什么战术般事都搞过的 不信 原来游大哥担心的是 冯小明的捕捉器 会和以往传统的捕捉道具一样 捕捉到一两只老鼠之后 就会被其他老鼠所认识 再也不上当了 并不能长期有效地灭蜀 这种捕捉器它过于简单 在老鼠眼里面 它就是一个完全隐形的 它看不见危险 看不见这个捕捉器 你说你这个怎样的 到底有那个事没了 因为搞到毁半 搞不到了才搞的 我要看现实的 为了打消游大哥的疑虑 我们准备进行一场测验 我们将多只老鼠 投放到同一块区域 并放入多个冯小明的捕捉器 那么当老鼠们 看见自己的同伴被捕捉到时 他们还会继续上当吗 还是说他们压根就不会 被注意到这个捕捉器 而继续经过其中 测验一触即发 那乡亲们 咱们准备开始放老鼠了 准备开始放老鼠了 只见被投进去的老鼠们 如同一个个好奇宝宝 左看看又瞧瞧 一点都不怯场 开聚会的开聚会 洗澡的洗澡 终于有一只老鼠 打破了沉默 被捕的他惊慌失措 求生的本能使得他拼命反抗 可惜无济于事 眼看着同伴被捕 其他的老鼠马上聚在了一块 似乎是在用鼠语交流 咦 看这个傻大个儿 到底是怎么被抓的呀 不过每个捕捉器上 都遮盖了伪装 那么老鼠们会发现 其他的捕捕器和触发捕捉的机制吗 很快就又有一只老鼠 走入了另一个捕捕器之中 被抓到后 他似乎心有不甘 不敢相信自己到底是怎么被捕的 看着同伴接连莫名被抓 剩下的老鼠都惊恐起来 在场地内乱跑了起来 可他们跑向的位置似乎没有选对呀 居然跑进了冯小明的捕捉器之中 冯小明的捕捕器马上又触发了两个 并都成功地捕捉到了老鼠 难道他们认为里面很安全吗 还是说他们只看见了捕捕器外部的伪装 并没有察觉到伪装下暗藏的玄机呢 此时冯小明的捕捕器已经抓到了四只老鼠 可场地内明明投放了近十只老鼠 其他的老鼠都去哪了呢 如若那些老鼠都躲在了冯小明的捕捕器之下 那么足以证明 他的捕捕器在老鼠眼中并没有危险 确实是某种意义上的隐形 小江决定终止测验 进去看看 这里面躲了一群 我的天 原来那些消失的老鼠真的躲在了捕捕器之下 甚至在小江翻看时 还有老鼠在往捕捕器下面钻 看来冯小明的捕捕器 确实不会引起老鼠的怀疑 的确能够长效持久的捕捕 不会只抓住老鼠一两次之后 就被老鼠认出 从而再也不上当 可参与测验的许多老鼠都莫名地死亡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主要原因就是 老鼠的生理特征中 它的心脏非常小 非常小 非常脆弱 对 如果在受惊吓过度的情况下 它会吓死的 它惊吓的最主要的问题在于 它在受惊吓状态下 它就狂奔 难跑 然后它的心脏负担就会越来越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它会出现猝死的 再加上情绪相当恐惧 知道了老鼠突然死亡的原因 也通过测验 让尤大哥打消了 对于这台捕鼠器 无法长期捕鼠的顾虑 我们开始实地为尤大哥的养鸡场 解决鼠患问题了 我们在养鸡场 多个老鼠一出没的角落 都布置上了捕鼠器 并就地取材的都为各个捕鼠器 增添了一些伪装 让老鼠不会对捕鼠器产生怀疑 同时为了看清捕鼠的过程 我们也放置了几个 可以和手机连接 并进行图像传输的 微型摄影机 那么冯小明的捕鼠器 这次还能成功吗 能解决养鸡场的 鼠患问题吗 等待了不到一刻钟 我们就在图像传输回的视频里 看到了老鼠的身影 嘿 这个老鼠 看到了吧 嘿 你说这 这老鼠怎么这么聪明的他 在地盘上 怎么躲了这么个怪东西 不把我手袋放在眼里了吗 他一直不上钩啊 有时候他这个地方 除以是野生的熟 而且估计是生长环境非常好 非常机密 非常狡猾 稍微有一点危险的地方 他就不去 就差那么一点 刚刚结果他如果进去了 上蹿下跳的 在那捕鼠器上面 你家这老鼠厉害了 尤大哥 进次勤点 蛮吊得很 这只老鼠面对我们的捕鼠器时 就好像找到了一个大玩具 玩得不亦乐乎 可随着它的警惕性越来越低 它会钻进去吗 哎呦 搞住了 搞住了 这个厉害 这个厉害 最终这只调皮又机敏的老鼠 还是没能逃过冯小明的捕鼠器呀 我们也在第一时间赶去了 不知无数器的地点 防止这只老鼠逃脱 抓住了吗 抓住了吗 有吗 这应该就是这一块 我看那监控里面 哎 真的是这个位置 我的天 一只大白千多的老鼠 能在下午五六点 这样的白天抓住老鼠 让尤大哥非常的惊讶 随着太阳的落山 第二只小老鼠也出现了 这只小老鼠出现在了尤大哥 存放纸壳的仓库里 这个爱咬纸壳的导弹鬼 一出来就鬼经鬼经地 打量着四周 似乎要确定没人后 再去调皮导弹 这只小老鼠在确认安全后 竟对冯小明的捕鼠器 产生了好奇 开始了疯狂的试探 当然他也为他的好奇心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在手机上看到应该就是 这儿捕到老鼠了 搞住了 搞住了 搞住了吗 真大一个家伙搞死了 弄死了吗 搞死了 搞死了 掐了金本了你看 你有啥感受今天感觉 这玩意确实好 没得我多搞几个 我到处屋里给我放上 到处放上是吧 这只要他了 我这要省多少钱 要省多少钱是吧 不受招开了 经过这么多天的测验和比赛 我们可以看到 冯小明发明的隐形捕鼠器 结构简单 成本低廉 功能可靠 用尽可能少成本 尽可能好的解决了问题 符合技术进化的方向 冯小明的捕鼠器 虽然离真正的隐形还差得远 但他那颗扎根于土壤之中 热爱发明的心 一定会让他制作出 更多农民喜爱 适用于农村地区的 好发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